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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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韩国队也只是在比赛快要结束时奔回一球 由于中国U23在第二场比赛中3比0大升叙利亚队即可能获得小组第一 所以又求你开玩笑的说韩国是想避开中国才故意输球的 其实这场比赛韩国队显然输在大意上 过于侵视马来西亚的实力了 正如你陆所言 态度决定一切 这场比赛韩国队以强者姿态自聚 连主力门将都没上场 而马来西亚则是以弱者的姿态拼对手 将自己的所有潜能都发挥出来了 而在世界杯小组最后一轮 德国队以强者自聚 韩国自立拼对手 结果韩国2比0战胜未免冠军 爆出本届世界杯最大的一个冷门 孙星明最后时刻踢进的一球 和昨晚马来西亚进的第一球一样轻松 都是空门 昨晚比赛结束 亚洲许多媒体都对韩国轻视对手的行为 卢布胜主力门将提出了批评 一位韩国网友痛心的表示 德国人的心情原来是这样的 现在才知道 获授喜原创